大家好我是Hurby 那我帶你很輕鬆數位熱輕鬆的所有參加者來就是提案 那我們下一集公文獎 一個大概幾塊前半的第一避靈池的熱輕鬆 那避靈池的熱輕鬆上面有 將近10個不同的專案 在避靈池數位熱輕鬆上面發生 那有一些專案的屯主今天也有在大廠的現場 可以暴露手下任性鬆成相關的專案 就是如果他對接跟宿衛任性有興趣的話 就等下可以就是找這些屯主 對 那我們有 因為從從臺灣隊長來從一直到解放軍的導彈起立 一直到一直到就是工作的導彈起立 一直到解放軍到了家人口頭起立頭下光榮的回歸的那一條 就是任性有各種不同的程度的狀況 而災難有不同的程度 所以也有各種種的解決的方案 所以數位熱輕鬆就是一個讓大家 在針對這些我們想像中的災難 然後來提出各種各樣的提案 然後來就是 就是讓提升我們整個臺灣對於數位災難 上面的準備 好 那最重要的是我們下一次的第一次任性鬆 在12月30號 在6號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就是想要再採訪 想要一個更小型的那個抽套 就是專注專注 災難 災難 犯 或者是正規相關的專案的話可以 就是簡報給第一次任性鬆 然後今天在現場也有 也有好幾個個組 讓我們各有各知道不同的專案 那大家如果想要知道今天還有什麼數位任性的專案的話 可以到GinVisLake的CBO Defense這個頻道上面 我們會在上面 就是看在上面的討論是說 你今天有想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來提升就是來接觸提升整個社會 面對更為難的時候的一些任性 好 那我會提的專案是 就是災難分析表 就像我剛剛講的 災難有很多種各種的狀態 有可能是 只是台灣對外的一條光線都沒有拿到上 變得慢 也有可能是整個寶貝的 的變成都沒了 然後就是都沒有變了 所以就是 我不會想辦法把這些東西全部整理起來 然後就是列出一張表 然後大家可以討論到災難的時候 可以有一個共同的想像 這個專案是想要面對什麼樣子的 產度的災難 這是我今天的提案 那也歡迎大家就到CBO Defense上面 去看看其他跟電腦 其他跟任性有關的專案 在這個版上面總共這樣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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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